不过就像你刚提的 我其实也很好奇 他的成长辈子 真的传言盛 成销顺上 好那在探这个归乡之前 其实旧版社也非常的窝心 但我们先做了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要先读奥德赛史诗 为什么要先读奥德赛史诗呢 因为在书里面 奥德赛史诗它其实就是一个主人翁 不停地在旅程当中冒险啦 寻找东西啦 然后过关转将这样的过程 那跟归乡里面呢 其实这个所谓的士兵归乡 士兵返乡 或者是彼得他自己本身在寻找自己身世 寻找自己父亲 寻找故事结局 这样的内容有一点点重叠 对对 其实我觉得整个小说 它表达就是一种追寻的一个过程 像刚刚讲到的奥德赛 它其实就是那个非常著名 就是那个引游诗人 和马哈所写的 那这个奥德赛它写的就是 特洛伊战争之后呢 某一国的国王就奥德修斯 他也是要重回他的那个王国去 然后回到他妻子的身边 然后中间也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惊险跟阻碍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他跟士兵返乡 还有跟彼得的人生 其实是重叠的 其实他在这个回到自己的国家中间 有遇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然后他每一个故事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在于在归乡里面 好像都有一些跟那个奥德赛相 可以相提并论的 比如说他可能会碰到一个美丽的女人 留他住了九年 那么在归乡里面呢 就是士兵返乡的过程当中 士兵就碰到一个美丽的女人 留他住了九个月等等等等之类的 就是他有很多部分是相吻合的 对 那事实上彼得本身 他也遇到了芭芭拉 他会遇到芭芭拉就是因为他 他后来发现他居住的城市里面 有一栋房子 很像他之前看过的那个 士兵返乡故事里面描述的那栋房子 然后因为他对这个士兵返乡的故事 结局实在非常好奇 所以他就去敲了那一家房子的门 然后结果就因为这样子认识了芭芭拉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跟芭芭拉 就是恋爱这样子 可是他们后来也是因故分手 那为什么会分手呢 因为芭芭拉他之前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老公这样子 那后来他老公回来找他 对 然后在这之后彼得就只好离开 因为芭芭拉没有选择彼得 而是选择他老公 我就觉得那个彼得在这个部分呢 就很像那个士兵返乡的那个故事里面 回到家的那个士兵 他打开门一看发现他的妻子已经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 对 我觉得其实他从故事跟小说里面都有互相那个 你能不能跟你的亲人重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一种 每一个人都在不安定的状况之下 不知道你的爱人会不会在原处等你那种感觉 对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归相这本书 探讨了很多的重点 那么当然了包括故事的本身啊 还有战争的时刻 甚至在历史脉络上 还有对女性的一些描写 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介绍和探讨 不过我们也要先带您休息一下下近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我愿意为你朗读还有龟箱呢 其实在书里面都有提到爱情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期待那是一个浪漫的爱情 可能你会有一点点失望 但也不一定是失望啦 因为在龟箱里面事实上主角跟巴巴拉 就是彼得跟巴巴拉 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很浪漫的部分跟元素 是你看了会甜蜜的会心一笑的 可是因为徐林克他在书里面有提到 他说他觉得爱不只关乎情感 更关乎意志 而且他一直去探讨说 比如男人远就是去打仗啊 然后或是去远行啊 回来之后这个女人 也许身边就有另一个男人了 是不是徐林克他对爱情并没有信心 不知道因为可是我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可以感觉到就是 这个男主角呢一直觉得爱情是一件 好像蛮棘手的事情的感觉 譬如说像他会觉得 跟他的小孩子相处 还是让他比较安心的那个时刻 小说里面 桂香小说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 他的那个之前的女友 他跟他之前的女友不是生了一个小男孩 马克思吗 那有一次那个女友 他就要跟他的男友出去玩 然后就把马克思丢给这个彼得这样子 结果就彼得就发现他在跟马克思相处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其实都是都有一点点距离 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害怕就是跟某一个人变得非常亲近 然后可能变成需要负责任或者是需要怎么样之类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害怕这种东西 所以一直在那种中间拉扯 他想要靠近可是又常常会远离这样子 然后又觉得有点麻烦 对 这是重点 对 那他在这个笔下描写爱情的男性是这样 女性的部分呢 因为我觉得他描写的女性 好像也是 比如说他们的爱人离开他们了 他们都不会哭恼 都会认命 然后都会很坚毅 马上就有了新的生活 对 我觉得在许凌克笔下的女人华 就是那种比较坚定 他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爱情的信仰 我觉得都是比较坚定的 那他们也不会就是因为爱情而丧失自己的生活啊 德国女人都是这样吗 我不太知道是所有德国女人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看起来 至少在小说里面看起来 甚至我觉得我愿意问你朗读里面的韩娜 事实上她也是一个非常坚毅的女性 就是她 韩娜跟这个麦克比较起来 其实麦克反而也是比较软弱一点的 对 对 然后韩娜是非常的 就是她非常的坚毅强势这样子 那在归乡里面的巴巴拉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甚至包括彼得她的母亲 也是这样子 对 就是非常独立自主的女性 对对对 她们都很独立 对 然后遇到了问题 然后就去解决她 对 甚至对儿子的调教 就是也是一丝不苟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就不由的会一直想说 那德国女人是不是都是很强势 然后都是这么的一丝不苟 会不禁有这样的联想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爱情的书写之外 我觉得历史的脉络是徐琳克 应该是其他人很难追寻上的地方 因为她加入了很多历史的元素 那其实我们常常在想说 历史对人的影响是无时无刻的 因为历史上发生一个事件 也许它就是整个人类发展史上面的 我们都会有共同记忆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纳粹 可是徐琳克在书里面也有写到 包括中文英小姐导读的时候 也有提到说 他觉得徐琳克表达出来的是说 人没有活在历史之下 并没有依赖就历史而活 不管历史怎么样 那个柏林围场倒塌了 其实我们还是一样吃 还是一样喝一样睡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归香》这本书 其实也带到战争这件事情 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历史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讲到战争这个部分 那我想对一般人来讲的话 其实战争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而且老实讲战争之所以会发生 也是国家 对 去国与国之间 去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摩擦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 我们生活在这里面的 一般的人民呢 感受不到 对 不是感受不到 就是说 我们除了去打仗之外 我们其他的时间 我还是要照常生活 其实就像那个徐仁克 在那个《归香》里面 他有提到一段 我就觉得很有趣 他都提到那个法国 他们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